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亚币在去年以来甚至一月一大波升值之后后面可能会陷入盘整甚至有一些回调的风险在所以我们倒觉得这个今年有机会美元会走一个略偏强的格局这几个交易日美股上下波动大互涨蝴蝶也推升避险资金拥抱日元让会价占上一百零七大关 续碳五个月新高 以交叉汇率来看如果以一月八号的低点零点2629元和现在的零点2753排告价换算 当时可以换到十九万多的日元现在则是只有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日元 足足少了八千五百六十六日元远超过一张迪士尼门票 让他日足好心疼 不过对于日元的后世解读 专家却是反向觉得空头意味农 像现在大中华进入农历春节 那如果市场的这个它的属性是比较走向这个风险区弊的话 那通常日元会比较偏深 我们看有机会再回到对美元一百一十的上方 各界形容农历春节 但国际黑店依旧慢飞任何变数还是不能轻忽 三新闻顾元松 刘老文 台北报导 转 HS 。 。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